大家好 歡迎收看SmartCow Mail 視頻用戶指南 今次我們將會介紹 管理電子郵件用戶指南3 項目包括 匯入匯出電子郵件 及郵箱共享 其實要匯入匯出郵件非常簡單 假設你想匯出郵件 首先我們在項目欄選擇編號設定 然後按匯入匯出 再選擇匯出類型為帳戶 選擇匯出郵件夾的來源 例如你想匯出修件箱 再按確定 然後按匯出 見到提示欄彈出的時候 就按儲存 將檔案儲存在場面上 那你想匯出的郵件 就已經被成功匯出到場面上 接著下來就會介紹匯入郵件的功能 首先在郵件箱新增一個資料夾 按滑鼠的郵件 然後按新增資料夾 輸入資料夾的名稱 然後再選擇資料夾的位置 再按確定 然後就在項目欄選擇編號設定 再按匯入匯出 在匯入欄選擇想匯入的檔案 再選擇匯入的目的地 要注意的是解決重複項目中要選擇忽略 然後再按匯入 完成後就會見到成功匯入的提示示槍 現在你就可以在資料夾上面 找到你剛才匯入的郵件 接下來就會介紹郵箱共享的功能 郵箱共享用許其他同事 閱讀用戶郵箱內的郵件 例如老闆可以和秘書共享郵箱 讓秘書代為處理日常的職務 首先選擇想分享的修件箱 按滑鼠的右鍵 然後選擇分享資料夾 當見到分享屬性的視窗彈出的時候 輸入對方的電郵地址 在這個例子 我們會分享給一個名為 DEMO02的同事 再設定遊覽者的權限 然後按確定 現在我們登入DEMO02的電郵 就會見到由DEMO01發出的共享邀請 按接受共享 再按C 共享的修件箱就會顯示在DEMO02的資料夾內 多謝收看SmartCard Mail 視頻用戶指南 欲了解更多 請聯絡尼迪中信國際電訊CPC銷售代表 明天 我們會有的 我們會有的